政府公布全港有230多个在97年之后落成的私人发展项目 要提供公众设施给市民 大部分的地方早前被占用 郭永琴报道 南田汇景花园旁边善发度休戚用地 屋苑曾经出租烧烤设施给住户烧烤 苗街坊一直都以为这里是屋苑的私人地方 一家大小的,很多个楼在这里 听他们说的是住户才可以租到的 外人不可以租的 不过原来地溪列明 这里是私人托管的政府土地 要向公众开放 汇景花园管业署说 一直都有开放给公众使用 管业署最近收到地政总署通知之后 已经劝语业主停止在公园烧烤 而大角咀港湾豪亭情况都是这样 有业主说花园平台一直都不准外人进入 但1月底开始朝7晚10对外开放 买楼其实是公布这个平台 怎样美化怎样说休戏公园是给业主用的公园来的 没有说到任何开放式的 这里部分的出入口大集都是没有上锁的 任何公众人士都可以自由出入 只要在指定时间之内沿着这个通道 就可以上去享用到平台花园 港湾豪亭的发展商说 售楼书有写明平台花园是公共地方 但地政总署一直都未指示何时开放 可能是沟通问题 到1月底已经对外开放 政府说市民可以上网查阅私人管理的 政府土地名单 如果进入公共地方被拒 就可以投诉 无线电视机长郭永琴报道